女性男幼男育有两子姨女 日前她却发文透露儿子在事业上遇到大难题 她在文中表示儿子独自经营餐酒馆 花了很多心思包括装潢、厨房、冷气等 也透露了很多费用 算生意不算非常好 但仍成功挺过了疫情 然而目前店内客源还没有完全恢复 加上食材成本上涨 导致经营面对挑战 不巧遇上房东要求将租金提高50% 押金从2个月变成6个月 合约还只有一年 对此梁又男表示投进去的钱都还没有回本 店面又无法顶浪 让她感到很担心 加上仲介没有做好协商 警告制二日之后就必须签约 完全没有商量的空间 因此她只能无奈发文 希望广大网友能提供建议 将这件事完美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